7月2日凌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港表示 示威者冲击破坏立法会综合大楼的暴力行为 严重影响香港法治的核心价值 她对此感到十分愤慨及痛心,并予以强烈谴责 警方在处理暴力行为时一直表现克制 但对于任何违法行为将追究到底 香港有示威者于7月1日至2日凌晨 暴力冲击立法会综合大楼,强行闯入后大肆破坏 林郑月娥与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以及警务处处长卢伟聪 于2日凌晨4时会见传媒 林郑月娥表示,在7月1日见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场面 一个是和平、理性的游行 体现了香港自由、多元、包容的核心价值 另一个则是令人痛心、震惊的违法暴力场面 示威者目无法记的暴力行为 严重影响香港法治的核心价值 他对此感到十分愤慨及痛心 并予以强烈谴责 我们今天在这里是要跟大家来说 在香港这个这么崇尚法治和平、理性、包容的社会 我们出现了一个令人震惊及痛心的事 就是有部分的示威者 是选择了用极其暴力的方法 来对冲击立法会大流 所以这件事无论对于一些政策 或者一些政治的立场 有相同或者不同看法的人 我都留意到大家都会出来发声 就是要谴责这些暴力行为 因为在香港这个社会 法治是我们最重要的根基 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也都能够 和社会一起去作出这个严厉的谴责 李家超表示 暴力冲击立法会已经触及一系列严重罪行 包括触犯公安条例、刑事罪行条例、 吉利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 在连日事件中可以看到 社会上有一群人士有暴力倾向 包括使用伤害他人身体的液体 或是附带毒性的坟墓去攻击他人 为公众活动制造很大风险 他提醒广大市民 在参加任何公众活动时 小心这些别有用心 有暴力倾向 严重破坏社会安宁的人士 陆伟聪表示 示威者的暴力行为 已导致多名警务人员受伤 包括示威者曾在京中向警方投掷 怀疑含有不知名液体的物件 至13名警务人员需送院治疗 而在立法会综合大楼入口处 也发生气体袭击事件 令两名警员送院治理 警方对示威者一连串漠视法纪的行为 予以最严厉的谴责 并将全面调查 严肃跟进 2日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负责人 分别发表讲话 强烈谴责暴力冲击立法会事件 坚决支持特区政府 对有关严重违法行为追究到底 对我们的声音 对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声音